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上和其他船只碰撞起火 多名旅客受困船上 空勤总队出动救援直升机 救难人员吊挂上船 伤患带离现场 另一头巡逻艇也立即到场 防止其他船只干扰救援 就连这次F16战机失事意外 加入救援的民间水下作业公司 也出动探测船 搜寻落水人员可能位置 海军水下作业大队 也派出官兵全副武装 下潜到水中进行救援 高雄港灾害演习 不仅逼真震撼 也让人看到我国陆海空救援实力 三连续关门 冯周凯 高雄报道